今天的財政預算案 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所以近年我們看到 特區政府對教育的重視程度 一直萎縮 我們再看教育開支實際上佔公共開支的比例 也看到近幾年有一個很清晰的下降 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比例大致上佔了整個政府開支兩成多 但到今年已經跌到兩成的邊緣 這個情況亦令人擔憂 特別是我們教育是整個社會競爭力的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而今天財政預算的主題正正是競爭力 我們再看教育和其他政策範疇的比較的話 有三個政策範疇佔了整個公共開支六成 即是最大的三個範疇包括教育、衛生和福利 教育的發展在整個財政預算當中 最近我們見到它的幅度一直一直跌下來 我由上述三幅圖 其實可以看得很清楚 教育在整個政府的這麼多樣的開支當中 仍然是一個重要的開支 但它的重要性是越來越低 這個情況令人憂慮 而今年的整個財政預算 在教育方面 它都有一定的措施 比起去年是有一個進步 去年差不多我們可以說它是零分的 所以去年我很記得 在同樣地在這個記者會上面 我是第一個說 去年的財政預算我一定會投反對票 都不用考慮了 因為去年那是完全零分 今年是有一些進展 多了一些項目 但這些項目輕重不分 我們看不到財政預算是回應 教育界最關注的一些環節 包括了小學、幼稚園的 全日製幼稚園的資助的問題 學院的面積能不能夠提高的問題 第二個是中學 中學我們現在面對的整個穩定 能不能夠做得好呢 中學的年輕老師能不能夠入職呢 高等院校裡頭的副學位 為什麼不能夠給到更多的資助他們呢 這些都是教育界 在過去一年裡頭 是最強烈要求的一些項目 但是這些主要項目 政府是沒有回應到的 相反來說 政府有一些其他的環節是做了 但是這些措施 並不能夠針對到教育界最關注的項目 而這些最關注的項目 針對不到 其實是不能夠令到我們的教育制度 是強化起來 所以大家可能都見到現在很多家長 都對我們的教育很不滿 但是這些不滿 我相信是不能夠通過今次的財政預算 是可以解決得到的 好